大家好,我是老韩 随着我们国家这些年的不断发展 我们的社保和养老制度都在不断的完善 但还是有一些社保政策 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 其中很多人就担心 如果在退休之前 人就不幸离世了 或者是刚领退休金没多久 还没领完退休金 人就不幸走了 那我们的社保是不是这么多年白交了 其实如果真的不幸发生这样的事情 作为亲人的家属 我们一般来说还可以领到三笔钱 劳动部消费的职工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管理暂行办法里面规定 可以领到第一笔钱 个人社保账户里面的本金和利息 不论是亲属退休还是离退 社保局都会把社保个人账户里面 剩余部分的一次性支付给继承人 或者是指定的受益人 比如说交了五万 就只领了一万 那还可以领四万 再加利息 根据社会保险法 家属还可以领一笔钱 一笔是丧葬补助金 丧葬补助金很好理解 就是为了办理丧葬的费用补贴 在不同的地方 补助金额有所不同 有些地方是两千 有些地方则会多一点 比如深圳 补助金的金额是上一年 全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如果上一年 在港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八千 那算上来丧葬补助金都有两万四了 这就非常多了 另外还有一笔 一属抚恤金 根据湖北省劳动厅财政厅 关于企业职工死亡后的有关问题处理一件 一次性抚恤金按照应病或者是非应工伤死亡的 发给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十个月 如果两千块钱一个月 十个月加起来也有两万块 如果因工死亡的 发给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二十个月 这样就更多了 当然每个地方的政策都不一样 有的地方多 有的地方少 具体要参照当地政策 那有人说如果是农村老人去世了 可以领吗 一般村上出证明自己送到财政局 过几个月财政局就会给一个存折到村委会 很多地方都可以领到丧葬补助金 这是今天为大家收集和整理的关于社保的一些小知识 如果您觉得有用 也可以分享转发出去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